國慶兇 華山地区在九里一帝當作成很嚴重的方式 農委會為了協助華山幾名中間鑑峰 由水埔局進行投資流地理幾個月 並且當時啟動農村中間的工作 也開始團結華山社区的幾名 中心來搭造農業以及觀光生業 在等年努力之下 除了培養出執會有專業地識的水埔之間 華山社区也中間會合 並且開創自己的咖啡第13日 現場的志工專心在聽口 正是國慶華山投資流到下航空 我就選到最初主要保有的重要 以及建立正確水埔的觀點 水埔局難道分局是在國慶華山 來辦理志工培訓課程 因為其實水埔的東西跟我 我本身是生態導覽 我是特生中心生態導覽 所以我覺得這個結合我自己的生態 還滿有意義的 然後除了說我可以 交一些來賓 就是來這裡觀光的人 認識我們這裡的一些職務以外 可以講一些水埔的知識 讓他們覺得說 原來我們整個環境就是這樣 一環一環 擴著一環這樣子 水埔保持局南投分局 今天我們在谷坑的華山這邊 我們帶了68位的志工來到這邊 其中有一些二十幾位是新進的志工 我們透過來到谷坑華山這邊的一個場域 這是土石流教學園區 那在這一個場域裡面 當年曾經在地震之後發生土石流 經過整治 後來發展成為了台灣咖啡的一個故鄉 這樣一個地點 然後這些志工 可以了解到說 災害的行程 跟我們防災的一些措施 以及一些治理的一些方法概念 那其實也可以結合到了我們後面的 農村的一個發展 地震之後 只要透過一個重建的方式 讓社區找到他們的一個特色 自己的一個主軸 在九里義地當國慶華山地区 發生嚴重的爆炸 那當初在順時上都嚴重 農委會為了夾造華山基民來中進鎖峰 由水埔協來進行土石流的地利幾位 當時來推動農村骨路中間的工作 也開始團結華山社區基民 中心來搭造農業一起觀光產業 那也就是說 社區在自己的產業找到一個方向之後 他們的一個發展 有很深入的一個叫延伸 那水保局在這裡幫助社區 透過農村再生的方式 他們在一些社區的基礎設施 或者休閒設施的一個提升 其實最重要是在他們的一些技能的提升 包括他們的咖啡館的整體的一個改善 或者是他們的營運 或者是咖啡園的一些技術 跟後製的一個技術方面 其實都透過水保局的農村再生的一個 經費的一個提供 讓他們全方面的一個發展 如今在等年的努力 只要除了培養出一杯 有專業地施的水保濟工 華山社區也會讓新機 來開創自己的咖啡地施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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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